事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真实到可怕的人性动画 《控制》 在一个硝烟四起的城市里 所有的房屋都破败不堪 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就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一个男人在这残骸之中疯狂地奔跑 他漫无目的地飞奔着 他不敢停下脚步 终于,男人跑不动了 他已在墙上休息 喘息声越来越重 此时男人的身上响起炸弹的滴滴声 原来他的身上绑着炸弹 可是任凭他怎么撕扯 都没有办法将炸弹拆下 这时,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传来 男人向一旁看去 他的瞳孔缓缓变大 眼神中充满着恐惧 原来不止他一个人被绑着炸弹 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他看着前方,面露蓝色 仿佛看见了自己最后的下场 这时,他身上炸弹的提示声越来越急促 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唯有继续奔跑着,永远没有尽头 镜头缓缓地向上方移动 一个面目猙獰的男子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他身着西装,抽着雪茄 看起来极为享受 他拿起遥控器,吐出烟雾 犹如上帝般操纵着这座城市 随后,他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爆炸声此起彼伏 每当一个人被炸死 他就会将新的人放到废墟中 继续折自己的游戏 看似是战乱后的场景 其实这一切都只是某些人的游乐场而已 这是一部短片 但里面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生活使我们陷入迷茫 为了生存下去 我们不得不努力奔跑 即使明明知道努力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 炸弹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压力 随时都有可能将我们摧毁 纵使我们付出全部努力也无法逃过 所以我们的命运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样你的努力才不会白费 更不会沦落成他人的玩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